这是10月6号的长春西站出发 然后其实春节说我录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春节录的那个没声音 那就没就没办法发 所以我重新再拍一下这个西站的近站和出发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早晨的8点23分50秒 我们看看从这个出租车这个下课点下来之后 到完成案件到进站口需要多长时间 它这个通道是统一的 哪怕是那个呃就是你从地铁过来 他也要上到这一层出发 然后在这统一案件啊 每年都是这样啊 对看看到这个案件的这个人流啊 春节的时候也是这样 差不多这个排队的程度差不多 上来的还是在哪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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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按春节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这个检票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嗯 然后感觉这边人都好高啊 这是有比赛有运动员过来吗 我这个1米8的个儿啊 在在在在在这个里边一站 就感觉我是个小矮子 呵 那我们先这样啊 等过去了之后 我们再看那个时间 就是这条啊 现在是8点29啊 通过了安检 这个已经从那边排队那边排过来了 速度还是挺快的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就是这么多人 差不多 有一个好 看看这个来都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站有什么 我们就顺时针的走一圈吧 然后这个是有一个超市 然后这个丘林道里斯周黑压 然后里边那里有一个肯德基 长春这个站非常小啊 这个沟邦子熏姬 这个东西包括刚才那个道里斯啊 市区其实并不是好像并不是特别常见 沟邦子还常见一点 那个丘林的话其实不是长春的吉林省 不是吉林省的品牌 所以市区是很难见到的 还有这个熏姬就是烟熏风味的东西 其实在北方还是挺有特色的 就是在南方吃的话 你买那个肉制品 不是肉制品就是这种熟食啊 它不会特别重的那个烟熏味 但是这个北方还是很喜欢就这个烟熏味的 所以无论是在这个黑龙江 黑龙江可能还轻一点 就吉林省特别明显的这个烟熏味 然后辽宁省就是那个卤菜的那个元素就更多一点 这个候车厅可以看啊 比起那个春节的时候已经是人少很多了 春节的时候就这全都是人满满灯灯的 土特产店 土特产店 这里有个号月肉品啊 这个号月肉品呢主要是清蒸的做牛羊肉的 这个号月肉品是长春拿得出手的东西啊 就是如果你来长春旅游的话 这个号月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伴手礼 因为除了他做这种熟食之外 我们也会买他的那个鲜的这个肉品 我这个车怎么到上海了这么早就开始排队 我是这个车啊 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早就开始排队了 小二九二还有没有了啊 绕过他啊 小二二 车二 车二 车二点 小二 车二 车二点 小二 车二点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啥 这个是长春特产 真不同 嘉宾保鲜 途中无油 然后这边还有个咖啡 上面一个牛肉面和美食城 这美食城不知道吃什么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上海 左边是去上海的 右边是去这个杭州的 那这个就是长春西站的这个室内情况 那我们等下下去这个乘车的时候再看那个那个路况 现在是八点四十六啊 我已经进闸了 长春这边放的比较早 他提前20分钟就开始放人下来 因为他是始发站 然后 然后那个闸的话是四十三放的 然后我四十六过来了 也就是说排队差不多排三分钟啊 哎 他应该有一个车是杭州的呀 杭州的那个 也在检票啊 但是这个四号这个 后卫不是啊 那杭杭州那个车开走了吗 已经 就是他杭州和上海的车是时间挨的挺近的 十一到一向后 我们是七车啊 所以还是要向后走 嗯 这个也是有便捷换乘的 嗯 便捷换乘也是这种电梯式的 好这个是前往北京朝阳的 齐齐哈尔前往北京朝阳 好这个旁边的这个 有一个复兴号啊 复兴号应该就是去杭州的了 他车短 所以刚才下来的事没看着 哎这个就到了我的七车 那座位是十一样 找一下 应该很快就到了 我的石头 嗯我们到我们的 哎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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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是你的吧?是我的啊鬼刮下来了谢谢谢谢谢谢ители 谢谢,谢谢 就是到这个10A了 是我的位置 这是早上在家里带的饺子 那我们就是这个长春出发的视频了 旁边的车,真的是杭州的长春西到杭州西 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到达长春西站 第一次坐火车回家,所以拍一个出站 这是我坐的从上海直接开过来的车 外人不好批评,老家的必须批评,灯都点不全 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在外的游子啊 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家乡发展越来越好 不希望看到这个灯都点不全的这个景象 很失落 挤个鞋带 这怎么下来之后没有厕所呢 就算怎么下来呢 对没有啊 怎么滞好 你看 来 这看 sehe números 拿新遊行 这边鞋带而开 到现在都没找到厕所 这个处站 有这个 就是有这个公交地铁出租车和停车上 我应该会选择大车 因为这个地方离我家非常近 而且长春的公交实际上结束的挺晚的 我不知道他这有没有那个叶子头 我开叶子头的所以就不麻烦了 直接大车 我们看看怎么走到大车的位置 哇哦 过闸了 哎 出来之后出租车直接往这边走啊 那我就直接往这边走 那边是轨道交通2号线 可能可能2号线 出租车往这边走 这是要上楼才能打车吗 到现在为止啊 我仍然没有没有见到厕所 他这个处站这边没有厕所 是什么情况 啊 这边应该是是地铁 轨道交通2号线 我不知道我家那个位置 那个地铁站开通没有 哦 哦 哦 我看到了出租车上课区就在前面 那他这应该是我终于找到了 原来卫生间在这里 我看出租车挺多的 那我就不用卫生间了 直接回家 还以为出租车要等 今天又要对不起一个司机师傅了 因为我这个打车距离实在太近了 这不像机场啊 机场打回来怎么都圆的 出租车好多呀 哎呀 哎呀好累 那我就等出租车了 我